不可思议的12月16号17号 也就是我们如何迎接新的 人登佛的下来 也就是透过之前受证本师释迦摩宁佛 所以我们也学习 不请自说无问自说的 由世尊特别推荐的阿弥陀经 所以我们12月16号正式 来前后两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启动 所以我们也期盼 在整个春分正式 能够将所有的一切托罗尼 满愿的心 透过无量光无量寿 我们如何将 持敏的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完全在放光的过程当中 齐请阿弥陀佛亲至 由我们的灵性不会生病 灵性不会死亡 再次的能够创造十项世界 这是一次呢 完全在人间盘古开天啤地 我们如何透过人类置身 有这个仅有的最珍贵的人的肉体 从人生创造十项世界 我们透过今日再次的布达 也就是2023年12月16号 我们启动圆满 在12点呢 陆陆续续报到圆满 整个17号的日中 圆满时刻 前后两个礼拜 我们更感恩呢 这一次我们所要表达的 就是让人间 我们人在活着的时候 好好的一步一脚印 我们了解到我们过去 在我们的基因的记忆里面 所有六道轮回 所有的三道 我们不迷信 但是我们要相信 整个在台湾太平洋 整个宇宙当中 75%到79%都是水分质 在人体里面 更是宽广 散散若随 我们如何从柔顺忍 音响忍 从僧忍 法忍 无声法忍当中 再去创造生命的实相 我们期盼 能够透过此次 再将生命的源头 融入在人类 也就是法界人士的众生 所有的云端的白镜家人 白镜家人常随众 将真正的白镜法 CHO大脑神经元观念 创造实相世界 在每个当下 也期盼所有的能量 也透过承接新的 世代未来佛的到来 也感恩今日再一次的荣耀 完全交托 阿弥陀佛